现场紧急交通管制不让车辆靠近 因为整片山坡向下滑落 树木都被连根拔起 大型机具持续抢救 因为底下埋了一辆工程车 换个角度看更夸张 一边抢救一边还有土石不停滚下来 这里是苏花公路119.4公里 土石流造成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它是指多长 有30公尺长 好不容易经过工程单位紧急抢通 才暂时恢复单线双向通车 宜兰降下大雨 在山区造成土石流 就怕超大雨势会酿成意外 大同乡的四季国校和南澳的奥花国校 紧急宣布停班停课 另外产业道路 台七线85公里处土石滑落 台九线119公里也发生摊放意外 这里是上一次淹水的民宿 后方停车场的出路 目前又有一点小淤积 重回上次淹水的七闲村 民宿又被大水包围 机车骑士经过都得绕路 不敢过去 因为墙面下的水位暴涨 淹过马路 有了上次惨痛教训 这回赶紧掉牌抽水机 避免财损持续扩大 只是大雨一来 淹水恶梦就重现 居民有苦难言 这期新闻 陈生怡红方生张景函采访报导 也有福人 优优独据 竹行 冘独据 铁 踢 冘独 浪 吾 宣 责